HELLO 大家好 又到Candy 说首饰的时间 今天要跟大家说一个非常懒的芝饰 大家知道这个世界上最贵的金属是什么吗? 是叫做Rodium 中文叫做 Low 现在市面上的价钱,黄金来说是460港元左右,1g 但你猜一下Rodium,1g多少钱呢? 是黄金的7.6倍,即是3500元左右,1g 那我们有个客人问我,Rodium会不会用来做一件纯首饰啊? 答案呢,就是不会的 原因就是这种金属呢,你想想如果1g,它已经是要3000多元 那你做一只戒指,假如是5g的说话呢 你除了手工啊,加上那个Rodium的价钱,你起码要过五位数字的了 那就是基本上是没有人会用Rodium来做首饰 Rodium是一种什么金属呢? Rodium是一种非常之闪亮,highly reflective的 而且呢,它是很耐磨,很耐被人去damage的一种金属 所以我们会通常把它呢,做plating 就是将电到在金属的表面,令到它更加闪亮 而且颜色更加持久的 那这里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呢,是我自己的首饰 那这些呢,就是我之前呢,这顿耳画是15年那时候在墨西哥买 这只戒指呢,是十几年前都是在墨西哥买的 那它们擅长呢,就是它们的925银呢,是没有Rodium的 所以你看到呢,它是好像有点乌乌乌乌乌的感觉 最明显呢,就是后面这只戒指 因为呢,925银呢,它是一种active的金属 很容易呢,就oxidize,就是氧化 所以这双呢,其实我没有带过的 它都已经开始有点乌乌乌乌乌乌的感觉 因为在香港呢,这么潮湿的环境呢,它就容易一些 就是,变色的 那你看一下,这个呢,其实都是我们的纯银首饰 都不是新货来的,但是呢,因为它有个Rodium的比较呢 你可以看到 有层Rodium的925银的首饰 和没有Rodium的925银的首饰 光亮程度是多大 就算这些,你不用给一只戒指 你只是给个金属边边 你都会见到,没有Rodium是暗雅的 而且呢,感觉呢,那个银就oxidized了之后呢 污污污污的感觉了 所以Rodium呢,在做纯银的首饰那里呢,非常重要的 那我这个也是一个插曲 有些人就说,啊,为什么要Rodium呢? 事关我有听过呢,最荒谬呢 就是有人说,Rodium了之后的首饰呢 是会令你皮肤敏感的 那真是错到极点 Rodium,这种贵金属呢 绝对不会令你皮肤敏感的 什么金属会令你皮肤敏感呢? 就是Nico了,Nic了 那这种金属是会令你皮肤呢 红氧啊,肿啊,甚至流浓的 因为它是有一种有毒的金属 至于纯银啊,Rodium啊,24K啊,999金呢 是绝对不会令你本身的皮肤受感染 或者受那个,就是不舒服的 那我们再看看,不耳环也是啊 就是这些 甚至这对我们耳环比较耳环 你看到的分别了 这对是我去年做的纯银 或者是925银的首饰 我们都是为了令到它非常闪亮 就Rodium了 就是在纯银的表面呢 再加了层Rodium的电道 令到它很闪亮 很有光澤 和很容易反光的 那没有Rodium就是暗雅 那在香港这个天气之下呢 Rodium发挥了一个非常之重要的角色 它是令你的手饰保持非常之靓的 然后呢,我说一下 其实很多时候呢 我们会说 18K 白高 14K 白高 那大家知不知道呢 14K金这些金属呢 它的原理呢 就是在999金那里 去配合其他的 混合其他不同的金属 去令到它变成K金的 那你说 大家都知道 Gold 金呢 其实它是金色 是黄色 那它就算它混合了 希望把它变成K白金 其实它原色呢 都是有少少淡黄色的 淡黄色的 所以呢 所有的 14K 18K 或者9K 白高的 产品呢 我们都要加成Rodium 这个时候呢 我都会和大家分享一下 市面上呢 有些比较严谨的商户呢 它就会说 将18K 白高 中文译成 18K 白黄金 其实是正确的 因为它底色呢 它是用黄金去混合的 所以叫它18K 白黄金 其实是对的 但是因为呢 我们都是很多时候 为了方便些客人明白呢 那白高呢 正常呢 我们都会加成Rodium 在上面的 所以我们就会是18K 白高 就可以了 通常你就明白一点 所以在K金方面呢 Rodium 都发挥了一个 非常之重要的角色 如果这袋18K 白高 Diamond Jacket 没有了Rodium 的角色呢 它就黄黄的了 就好像一些 浅黄的 但是呢 它又没有去到 24K金 那么黄 就没有那么漂亮 所以你加了一层 Rodium 是漂亮很多的 而且它的颜色 是非常之持久的 因为Rodium 是一种非常之耐黄 很耐的 贵金属 那我呢 介绍了Rodium 的重要性之后呢 有一位客人呢 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 他说 那我如果我浅多的太 我想要整只戒指 都做Rodium 行不行呢 那当然可以啦 但是 市面上呢 正常的人呢 就不会用Rodium 对替 K金 去做它的首饰的 事关呢 假如你的戒指用的金呢 例如你18K金呢 你用的金属的cost 是5000元的说话呢 如果你做整只用Rodium 做的话呢 你是要用三万多四万元的成本的 只是个金属方面 那所以 没有人会用这件事去做 事关呢 你就算是做18K white膏呢 你加了层Rodium的plating下去呢 那只剂子呢 都跟一只純Rodium造的剂子 是一模一样 而且是非常之耐磨的 又经济又实惠 所以就很多人 只是用Rodium做plating的功用而已 那希望我今天 介绍Rodium 令到你的珠寶知识增加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按like 和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 记得按下旁边的孔孔 那就会有新影片通知你的啦 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